歡迎收看 亞歷的蔬食日常 吹吹吹吃 吃過頭 不吃過頭皮 可惡 我覺得這一堂課根本就是線上含售課程啊 觀眾朋友 有人跟你說過嗎 其實腸道是我們的第二個大腦 可是如果你腸道卡卡的時候怎麼辦呢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解密這個腸道的清道夫 有些時候我也跟朋友說 我覺得其他只是一個超好的東西 然後很多朋友回答我大概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說 喔 對 我知道它很好 但是我覺得那個不適合我 就是說 反正我就是日常生活用不到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蛤 血壓子是什麼 如果是這種的話我覺得你真的太落伍了 然後第三個朋友就是 我知道它很好 可是它很貴 為什麼之前大家會說 奇壓子是超級食物呢 就是因為它小小的 可是其實有非常多很優質的蛋白質 而且呢 它泡水之後會整個膨脹起來 有很多膳食纖維在裡面 那我自己用的方式是 如果我覺得 我今天好像吃的蔬菜水果不夠多 可是我又沒有額外肚子去裝很多蔬菜的時候 我就會用奇壓子 它就可以協助我的腸道可以有比較好的 算是一個平衡嗎 就讓你的整個身體不會是 就是有點像種種脹脹這樣子的狀態 那現在我要做這個算是升級版的燕麥罐 你要準備一個這樣子 稍微有一點平的盤子 它也稍微有一點點厚度 再高一點點也沒關係 看你需要吃的量有多少 然後還有一些你喜歡的莓果 像我今天準備的是蔓越莓 然後這個是冷凍的 跟新鮮的藍莓 身體的清道膚 它也可以穩定我們的GI值 讓你的身體回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 有很多膳食纖維的大葉麥片 然後一些堅果類 你可以選擇堅果 或是如果你喜歡像是一些果乾也都OK 然後最重要就是我們的奇壓子 用的比例不用太高 就大概一大匙兩大匙 我覺得一天就非常夠了 然後還有就你喜歡的糖 可以是椰糖 還有水果 香蕉 可是如果你不喜歡香蕉 你可以選蘋果 任何你喜歡的水果 這一陣子芒果很流行 如果你喜歡豆奶 或是任何堅果奶啊杏仁奶都OK 好不好就是它就是一個基底 我要搖一下 燕麥罐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覺得加上奇壓子 它真的是 頂級加成版 第二天醒來之後 你的腸道就超乾淨 然後燕麥片 我覺得兩大匙到三大匙就OK 看你自己喜歡 這個呢我會比較主重在奇壓子 一匙到一匙半左右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基底 奇壓子燕麥碗的基底 經過時間之後 它就會整個黏在一起 然後就是因為它釋放出那個黏性物質 可以協助你的腸道好好的做工作 大部分泡到這樣子之後呢 我就會把它冰在冷藏 然後我現在準備好一個是 我剛剛已經泡的 你看 泡了大概三十分鐘之後 唉唷 它就已經有點變成果凍狀有沒有 我知道有些朋友你們超喜歡吃東西 或喝東西的時候要有顆粒感 可是你也知道珍珠它其實裡面都是澱粉 你多吃你就你知道 這裡就慢慢越變越廣 那這個呢就是很簡單 準備一個水 不一定是只有水 我們今天做的是檸檬水的口味 你可以選檸檬水 乳酸菌飲料 甚至是你喜歡 各式各樣的 只要你喜歡的飲料 同時你又不喜歡它那麼單調 沒有口感的話都可以 一定要準備一個瓶口是可以蓋起來 然後你可以搖的那種瓶子 奇牙籽這種東西你就是一定要辦它 讓它跟液體接觸的這個面越廣 它越能夠膨脹吸收 那最完美的比例是 一份的奇牙籽 十倍到十二倍的水 如果你喜歡更稀的話 就是水加多一點OK 像我現在這樣一杯 大概約莫就這樣子 然後加進去 叮叮叮放進去 兩匙 三匙 反正大概就是不到一大匙的份量 蓋好之後 就開始狂搖 喝那個植物蛋白粉的時候 所以也是這樣子 就運動完之後 趕快就把它shake一下 像你看我剛才就是太愛聊天了 它就旁邊就會黏住 可是如果你速度很快 放下去馬上搖的話 它就會變得很乾淨 就像這邊 有沒有超像三粉眼的 你搖到差不多之後 你就可以把檸檬汁放進去 這個時候還是要留一點開口 因為待會兒二十分鐘之後 我們要再搖一次 其他紙就是一個它很愛吸水 但是它也很愛沉澱 跟黏在一起的人 所以 吸管就是這樣搖一搖 然後就放著 這樣子 它到完全泡發是需要滿多時間的 最少最少最少要一個小時 然後泡了經過一個小時之後 你看它就 從地面上往上飛升 就是 其他紙還經常用在烘焙裡面取蛋 取代 取代 取代蛋 好 再說一次 吃不到不同標題 取代雞蛋的功用 不過烘焙不是我的專長嗎 馬上就來找救冰好了 哈囉 小柯跟旋風 你們 嗨 你今天要跟我們說的是 用旗鴨子做甜點還是餅乾 是做什麼 餅乾 餅乾裹餅 等一下會用燕麥 高筋麵粉 然後還有生熟的梨麥 用黑糖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旗鴨子 嗯 嗯 豆漿 哦 用豆漿 嗯 這杯是那個蟹花油 飛機桿的蟹花油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那個 能量 能量裹餅 都先倒在一起 而且感覺用這樣子的食材 做出來的能量裹餅 很健康耶 你看都是原食物 對啊 不愧是原脆蔬食做 那我們把乾的材料 通通倒在一起了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把它先拌均勻 沒有先把它拌均勻的話 等一下我們濕的材料下去 它可能會結成一塊 嗯 我們在做的時候 它就不會是比較均勻的感覺 所以有的時候你可能吃到 某一片是比較甜的 哇 會比較甜 然後我們把它拌均勻之後 它等一下會比較平均 對 覺得這個好簡單做 乾的材料好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豆漿 把它倒進去 嗯 還有 這個芥花油也把它倒進去 你如果說家裡沒有豆漿的話 你也可以用燕麥的 或者是像是一些 你外面買得到的豆奶都可以 OK OK 那我們倒進去 這些濕的材料倒進去之後 要先靜置十分鐘 天麥先泡發 嗯哼 燕麥泡發它會有黏稠度 所以先讓它稍微靜置一下 嗯 好 這個大概靜置十分鐘 泡發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捏 把它揉成緩 這樣子就可以做了 好 可惡我覺得這一堂課 根本就是線上寒授課程啊 觀眾朋友 這一堂課很值得學 然後我們好了之後 因為它其實很軟 它就是很柔軟對不對 嗯 就直接放在你的肚子上 用推的 嗯 可以看得到嗎 就是 我們這樣把它推開就好 OK 讓它 而且因為加了奇芽籽 是不是它就特別容易黏在一起啊 因為奇芽籽是有 像是在烘焙中有 類似像蛋液那樣子的功能 像它跟燕麥一樣 都是會有那種黏稠的感覺 所以會比較容易 就是黏著 全部過在一起 香味已經出來了 真的 有烤好的嗎 有 已經快要好了 味道已經出來了 可惡 為什麼沒有在現場 好想吃喔 這個好漂亮喔 超美的 所以是這個排好之後 進去烤出來就變那樣子 然後大概要幾度的火 幾分鐘 180度的火 然後開20分鐘左右 這個是烤好的 金黃色的 超美 上面這個甜一點一點 這個是黑糖的顆粒 所以吃起來會有一點淡淡的甜味 它跟黑糖的關係 對 等一下 我要看 我要看 還透光耶 好薄喔 很薄喔 很不錯 很可以 居然這麼簡單就做出來了 好啦 那最後就這樣跟你們說再見囉 記得要寄給我 沒有啦 沒有啦 我自己做 好 謝謝 拜拜 好 接下來我要做的這個叫做 巧克力香蕉奇亞籽 材料油 第一個奇亞籽 巧克力粉 我們的燕麥奶 然後很熟的香蕉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就準備一個攪拌器 把材料放進去打一打就可以囉 是不是真的很像慕斯 濃濃的香蕉味 然後這個時候呢 因為它已經把所有的那個奇亞籽 都已經稍微打掉了 然後它就會很快 稍微放一下之後就會膨脹吸水 會變成有點像凝膠狀的 是不是看起來很療癒喔 然後呢 接下來你就把這兩個 放到冷藏裡面 放至少30分鐘之後呢 你就會得到一個 非常紅色的巧克力慕斯 有些時候擺得漂漂亮亮的 就趕快拍照 跟朋友分享 真的很推薦奇亞籽 因為我覺得日常生活 可能我們在吃很多料理的時候 或是吃很多菜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過 它可不可以很長遠的 就幫助我們的身體 或是對我們的身體 是真正馬上當下就有幫助的 對我來說 奇亞只是這樣子的食材 你有時候吃到身體裡面 馬上你就會有一種 放鬆跟舒緩的感覺 最後別忘了幫我們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喔 好嗎 很需要你的訂閱 你看才一千多個人 可能這個時候已經兩千人了 或三千人了 那沒有關係 我們才要一萬十萬邁進 好嗎 掰掰